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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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他又回到国内打球去了呢 是啊 1952年呢 江永宁参加香港乒乓球比赛 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就在这年呢 江永宁代表广东队到北京 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 一举拿下了冠军 这消息传开以后呢 立刻引起了国家题委主任贺龙的主意 贺龙派人烧画 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加入国家队 年轻热血的江永宁呢 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1953年 江永宁被调到北京 担任北京乒乓球队的总教练 他也是被霍龙收编的呀 没错 江永宁呢 擅长打直拍削球 而且能两面削球 以手带攻 这样的球技呢 在当年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动作细腻 步伐灵活 战法多变以外呢 他还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在作战的时候呢 他的固执顽强 和对胜利的执着 往往逼得对手 毫无招架之力 1953年2月呢 他在布达勒斯特 第二十届时兵赛 男子团体赛里边呢 以一贯擅长的 直拍两面削球 结合反攻 打败了第十六届时兵赛 难打世界冠军李芝 成为中国第一位 战胜世界冠军的 乒乓球运动员 世界上的风光无限 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赞誉呢 并没有让他忘记 自己远在香港的女朋友 他有女朋友啊 是 江永宁的女朋友呢 是一位温柔舒贤的少女 当时呢 正在就读香港一家英文书院 而且她的家教非常的严 他俩虽然情投意合 可是呢 江永宁决定在内地发展以后呢 两个人就陷入了 两地相思的境况 虽然彼此还能红艳传书 互相吐露心声 但是呢 要见上一面 那是太难了 那怎么办呢 江永宁曾经向北京当局提出请求 希望把自己的女朋友 接到内地读书 中国提总呢 当时也是答应 而且也做了安排 但是呢 女方的父母 坚决不让女儿前往内地 他们对共产党的统治 非常的恐惧 不忍心把女儿送进火坑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在153年的深秋呢 江永宁拿着边防通行证 到深圳和女朋友见面 她想要做一个最后的劝说 不过呢 尽管这位柔弱的女子 非常的爱江永宁 无奈父母之命实在难为 也只能忍痛和江永宁分手了 嗯 还是老艳纷飞了 是啊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这也不是坏事 她要是真来到中国大陆的话 那结果就太悲惨了 嗯 没错 1955年呢 江永宁参加了中国乒乓球赛 并且再次获得了男单的冠军 第二年呢 江永宁和全国乒乓球女子冠军 孙梅英 结成了龙凤沛 真的 那孙梅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位孙梅英呢 比江永宁小两岁 她是1929年出生在上海 家里有三个哥哥 两个姐姐 八岁的时候呢 孙梅英正上小学二年级 有一回她的学校 偶然遇到一张乒乓球桌 感到呢 十分有趣 便央求父亲给她买乒乓球拍 和乒乓球 打那开始迷上了乒乓球 因为她经常玩啊 所以到上初中的时候呢 学校里的男生就已经都不是她的对手了 甚至连当时上海八仙桥的男青年 都挡不住她的抽杀 1947年呢 18岁的孙梅英 以3比0的成绩 一举击败了上海乒乓球冠军蔡秀瑜 一年以后呢 又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 获得了亚军 1952年呢 孙梅英在北京乒乓球比赛里边 获得女子担打的冠军 当时呢 获得男子担打冠军的正好是江永宁 他们初次相遇 就是在冠军颁奖台上 他们真有缘分 是 两个人结婚以后呢 一直是相亲相爱 琴瑟和鸣 被称为乒乓夫妇 冠军夫妇 他们的结合呢 也成了乒乓台上的一段佳话 1960年初呢 江永宁退役以后 成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 1963年呢 江永宁被调到北京体委 当北京队的总教练 江永宁呢 为人热情善良 平时有观众来信询问打球的事 他有信必回 边防战士希望得到一把好球拍 他就帮忙购买 并寄给边防产事 可是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啊 随着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倒台 体育系统相继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恐怖 北京体委的一些领导相继被批斗 被坐上了土飞机 替阴阳头 伤耳光 各种侮辱迫害 接踵而来 那江永宁有没有受到冲击呢 有啊 1968年春天呢 当时江永宁正在北京仙龙潭看大字报 突然有一张 揪出日本大汉奸江永宁的大字报 出现在他的眼前 胆小怕事的江永宁 被这景象一下下蒙了 他脑子里快速回顾了 他在国内所做的一切 没有什么对不起祖国呀 那他该怎么办呢 江永宁当时一回家 就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 孙梅英说 你让他们写去 现在哪有几张大字报是真的 是啊 可是呢 江永宁从周围一些熟人的变化呀 已经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不久呢 传来了夫妻方自杀的消息 江永宁无助的对孙梅英说 我准备把往来的书信都烧掉 可是呢 妻子孙梅英倔强的回答 有什么可烧的 不要理他们那一套 江永宁还是翻箱倒窥的 整理所有带字的东西 实际上呢 那些年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呀 已经让他不敢再有任何反对中共 反对毛的想法了 他就像那些被洗脑的中国人一样 已经从灵魂深处 本能的顺从着来自毛 来自党的一切命令 你比如说 有一回呢 收音机正好唱山西帮子 孙梅英就说 咱们也听不懂 关掉 江永宁立刻就回答 没唱完怎么能关掉 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 他都怕成这样了 是啊 他全身心的服从这个党 如今呢 吓得成了惊弓之鸟 他把那些书信烧啊烧啊 弄的屋子里边是烟熏火燎 孙梅英实在受不了 开了门 流通空气 哎 没想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 成了他们的致命罪状 怎么这也成了罪状了 是啊 有人向上举报啊 说江永宁在销赃灭迹 就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一场巨大的灾难 悄然降临了 哎 1968年5月10号呢 江永宁一如既往的早早起床 穿着他最喜欢的灰色中山装 赶去上班 他出门以后没多久呢 又返回家中 指着大衣柜底下的抽屉 对孙梅英说 你把我给小英买的那个村签罐处理了吧 他可能是四舅 小英是谁啊 小英是他的女儿 他是怕被抄家吧 是啊 可是就在这天下午5点呢 北京队的造反派 七八个人 突然闯进了江永宁的家 一进门 打开语录 就大声念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他就是革命派 什么人站在反革命方面 他就是反革命派 念完语录又说 江永宁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的 他就是反革命 所以我们要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这话音刚落呢 造反派们就疯狂的开始撕砸踩 在一番抄家喜劫之后扬长而去 他们走的时候呢 查封了江永宁的家 孙梅英也被强行带走 当时啊 他们的大女儿刚十岁 小女儿还不到半岁 哎 一个家就这样毁了 是 江永宁呢 被关押隔离审查以后呢 造反派们在江永宁一张少年时代的照片上 发现他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棋 这也算是证据呀 是啊 造反派就用这个逼江永宁承认自己是日本狗特务 江永宁呢 一再解释说 那时候啊 卖的衣服经常有太阳棋 我跟日本人没有任何来往 但是呢 几个壮汉 抄起棍棒 对着江永宁 劈头盖脸 就是一通乱打 那江永宁怎么样了呢 5月16号清晨呢 王熙天看到江永宁的脸肿了 就小声问他 他们打你了 江永宁委屈得摇摇头不敢吱声 队员们出操去了 江永宁一声不响的 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 擦得干干净净 然后独自一个人回到四楼的一个小房间 队员们回来以后 发现江永宁失踪了 就到处找他 找到他了吗 后来呢 王熙天看到他站在一个房间的窗口 以为他要跳楼 就含泪隔着门大喊 江永宁 你不要想不开啊 别做糊涂事 但是呢 江永宁纹丝不动 队员们打破了玻璃跳进去 才发现 江永宁把自己掉在了窗框上 早已没了气息 太可惜了 中国第一代国手拼弹巨星 就这样带着无限的委屈和遗憾 离开了人世 她走的时候 41岁 她的家人怎么样了 江永宁离世以后呢 孙梅英也被扣上了特嫌弄网右派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除了爱豆呢 还要不停的写检查 有一次因为不承认是资产阶级 差一点被活活打死 但是一想到两个年幼的女儿 她只能强忍着痛苦坚持活下去 这个曾经被江永宁坚信跟随 并为之不惜舍弃爱情和青春的党 却在最后把他们一家送进了无尽痛苦的深渊 昔日拼弹三杰用绳子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随着拼弹三杰的陨落 终结了中国乒乓球王国的神话 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拼弹三杰的故事到这里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嗯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开始为您讲述 抱人楚安平的故事 好的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